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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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哦 我錄了兩個小時 我竟然忘記 哎 竟然忘記按錄這按鈕了 我真的是太郁悶了 不行我要崩潰了 哎 我實況啊 竟然前面過程沒有路上 那怎麼辦呀 那好吧 這裡是阿希 我們回來暮蛇森林了 哎 我都不知道從何開始了 因為我這一期是從家裡出來 我來簡單的複數一下吧 從家裡出來之後呢 然後 然後我們去打了那個叫什麼 雪怪首頂 然後他又給我爆一點這個 極地毛皮好像是小怪爆的 還有一些冰酸炸彈 但是冰酸炸彈我還是沒有試過 丟一下看看 哦 就是他扔出來的東西 這也很厲害 這也很厲害 這東西 還不錯 我們先留著 然後呢 他是爆了雪怪首頂的毛皮 但是他沒有爆頭耶 說明他不是那種很厲害的boss 他的皮呢 是可以做這些 還不錯吧 還算是不錯的裝備啦 然後呢 打敗他之後呢 我就往上面爬 不是有這個冰嗎 我就一直爬上來 他好像在什麼方向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爬上來之後呢 有一座這種很漂亮的塔 然後我就爬他 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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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後去打到boss了 打到boss之後呢 他叫冰霜女王吧 還是叫什麼來的 然後就很神奇 我找了個位子把他卡死了 我就很輕鬆地戰勝他了 而且在塔裡呢 我們得到了很多裝備耶 騎士劍 還有這些什麼弓啊 寒冰弓 這個墨影弓 呃 還有這個寒冰劍啊 還有一把很厲害的玻璃劍 有40點傷害 但是我沒有使用 我大概猜到他是一次性用品吧 就是 呃 用掉之後就沒了 然後還得到了一把神器 追蹤弓 追蹤弓 就 就 他會自動瞄準你附近的敵人啊 就 你不用手都瞄準啊 就很厲害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塔吧 這個叫奇觀方塊 我們進來再看看吧 還有這種冰霜守衛喔 裡面有很多小怪 打掉他之後呢 他是會爆雪球 我得到130多顆雪球了 可想而知我打了多少小怪 然後晚上走 還有這種東西 破碎冰精靈 他死掉之後他會爆炸 但是 他爆炸不是那種像苦力怕一樣爆炸 欸 我怎麼打不到他 他死掉之後他是 欸 怎麼這麼難打了突然 他死掉之後是會把這些木頭變成那個 紅色的陶瓦欸 欸 像這種就是他們炸的 就蠻神奇的 本色陶瓦 對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把弓吧 假如說我往這邊射 欸 他就會射到他 而且傷害還是蠻高的 我往地上射呢 可是會射到 欸 我怎麼掉下來了 來 我往這邊射 欸 這邊射就不會了 我射到他頭頂一點 有嗎 有射到他嗎 有 然後 它會爆炸 它會把 材質給改變掉 OK 又射到他了 好 這裡變成那個了 這個變成 淺灰色染色玻璃 欸 玻璃是可以染色的嗎 不知道 但是它不會破壞這個主塔的材質 好吧 我身上的食物呢 還有嗎 還有 那我就 哎呀 其實我有點累了 但是沒有辦法 我已經開始錄了 但是剛才沒錄上 那我這邊的話就簡單的帶過吧 那我們接下來去哪呀 不知道 接下來呢 我已經是走出了這個地圖的範圍了 我現在在左下角 這邊看不到 我在左下角 就是有一點白色的地方 那我們要往回走還是繼續往這邊走呢 嗯 不知道 我們就一直朝這個方向先走走看吧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企鵝也蠻可愛的 而且是不是最近聖誕節啊 有一些箱子它是變成了那個叫什麼鬼來的 變成了那種聖誕禮物的那種盒子 喔 我是從這邊過來的 對 那邊有個那個東西 雪怪 那我們朝這邊走吧 欸 那邊是不是也有個雪怪啊 欸咻欸咻 我不知道我是從哪個方向過來 喔 我是從這個方向過來的 那我可以給你們打一下那隻雪怪吧 那隻雪怪我還是 我是沒有打過的 給你們打一下看看 打一下看看它的技能啊之類的 不過這個冰酸女王是沒有辦法了 現在目前是 黑熊 那邊有很多蘑菇樹欸 那是蘑菇樹嗎 有很多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弄一桶水吧 就把這個岩尖倒掉 這個冰不會化嗎 這也太賣快了 把這個冰打掉 把這個水拿過來 把這個水拿過來 我們來個落地水 欸 是這個方向嗎 怎麼不見了 OK 那我們來個落地水吧 如果死了我們就回家了 所以我已經不太想咋 喔 漂亮 那這個雪怪呢 它是免疫 遠程傷害的 所以我們需要近戰去打它 也挺煩的 其實 小雪人 一下一個欸 弓還蠻厲害的 這把弓 喔 那 只要我有足夠多的弓箭的話 打它們就很輕鬆了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弓箭 這邊雪人還是蠻多的 哇 怎麼這麼多雪 這種雪怪啊 呃 那我們不管了吧 直接去打boss吧 好多雪怪喔 好多喔 有點多 但是它的傷害呢 是會打到這些小雪怪的 小雪怪好像是會打它 欸 欸 欸 又被舉起來了 它會把人舉起來就挺煩的 然後它丟出來 這是很多是冰酸炸彈吧 還是什麼 欸 小雪怪會去打它欸 那我們就坐山觀虎鬥吧 對吧 把它引到這些雪怪多的地方去啊 欸 欸 欸 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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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舉起來 趕緊吃個九頭蛇 九頭蛇的肉 九頭蛇的肉 九頭蛇的肉是有生命恢復的 那我們還是去打它吧 這樣這次好像 也不是很好 離它遠一點 它發飆的時候離它遠一點 它這個東西周圍的雪花 都是會造成傷害的 AOE傷害 然後它坐著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過去 偷襲 偷襲 它會把我們舉起來 然後趁這個時候打幾下 嘿 完了 九頭蛇的肉 吃一下 我身上是不是怎麼裝備掉了 怎麼怎麼怎麼 欸欸 要死要死 怎麼感覺傷害比剛才高啊 喔 我頭沒帶 把頭帶上 我的頭快壞了 可以趁這個時候射它嗎 欸 可以射嘛 喔 可以射進啊 它只是那個吧 最開始的時候打它 它是有那個的免疫 遠程傷害的 那它打掉之後呢 是沒有掉頭了 但是 有掉這個 我現在有12個了 剛開始好像只有6個還是7個 嗯 12個剛好可以做這個 是嗎 剛好可以做個頭 然後做個腿 嗯 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用啊 現在我身上的裝備耐久都不是很高了 OK吧 那這期的磁場其實有點短啊 如果我在這邊結束的話 因為我前面錄了好多沒錄上 那我們就隨便走走逛逛吧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奇的事物 那我們就沿著這邊走吧 這邊呢 雪地呢 差不多算是被我們攻略掉了 應該是算攻略掉了 那個冰雪女丸打掉之後就是攻略了 那我們就 還有這種狼 這個叫什麼 極地什麼 寒冬狼 不過它 打我它自己會著火 有爆什麼嗎 還是爆這個極地毛皮 會掉很多這種極地毛皮 極地的生物 那我回到我們熟悉的地形去 在裡面總感覺有點冷 最近降溫很厲害 不知道你們那邊冷不冷 不知道你們那邊冷不冷 這 這 這 怎麼這樣子啊這個 我們來搭上去看一下 我可以進去嗎 很難打掉耶 喔它會戰勝 它叫什麼 黑樹樹耶 欸 送書的 送書的來了 你好辛苦喔 上一本書我都沒有打到 我這把劍是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打不到怪啊 這把劍是 這把劍有什麼問題嗎 我不要這把劍了 我換一把玻璃劍捨不得用 用騎士鍵好了 騎士鍵也滿天 書呢 書那去了 欸難受 書那去了 好吧我已經有兩本書沒看到了 在這個世界太無聊了 太想看書了 那這個森林呢 我們現在是 可以從下面過嗎 可以從下面過 但是不能上去 就是有點黑 我應該會很快就迷路吧 神奇喔這個森林 就很恐怖 我可能是需要一些 地圖之類的 上面都是被樹葉給遮住的 我可能需要一些地圖吧 跟迷宮一樣 還是有些發光的蘑菇 為我指名翻線嗎 怎麼突然讓我想起 塞爾達裡面 也有一個這樣的 地形啊 就是全黑的森林 就拿那個 拿那個 那個叫什麼 海拉爾之劍的時候 那個地方 這什麼 找到了 苔藓莊 有坑 神奇的地方 這邊有通往樓下的台階 是迷宮欸 我這邊死物可能不是很夠 嗯 那我們就往下層再走走看吧 這是什麼東西啊 藥塞護盾 佔禮瓶寶座 什麼東西佔禮瓶寶座 弄不掉 送書的又來了 欸 欸 我為什麼攻擊不到他們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能讓這本書燒掉了 剛才好像是 欸他不能 他被燒死了 他輸就沒了 這 這什麼情況呀 為什麼我打不到他們呀 欸欸欸 欸 紅帽地精 什麼東西 TNT是什麼鬼啊 聲音好恐怖喔 他是會打我但是 又送書了又送書了 你送書 奇怪 欸 為什麼 欸 什麼東西啊 好恐怖喔 這個聲音 不行 我雞皮疙瘩起來了 我身上有什麼狀態啊 怎麼回事啊 什麼情況 幹那是什麼 叫聲好恐怖啊 那是個什麼啊 那是個什麼呀 哦他們都是哥布林 又送書 不要送書了 太可怕了吧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頭沒了 我對他造成不了傷害了 是因為我上一本書沒拿到嗎 可是我打雪怪的時候那本書就沒有拿到呀 完了 哎 難受 怎麼又一個送書呢 為什麼 為什麼啊 不要這樣子啊 你 太可怕了吧 我要走了 我不要說啊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就是假如給你一個億的話 還有一隻永生的蝸牛一直在追殺你 你願不願意得到這一個億 就突然感覺自己遇上了那種事情知道嗎 一直有人給你送書 而且你打不死他 他還會打你 他傷害也不是特別高 就是折磨你 何況我還沒有得到一個億呢 那不然我們就下期再見好了 我現在有點狼狽 而且我錄製時間也比較長了 雖然 雖然內容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的失誤了 所以也挺抱歉的 我現在的裝備呢也快 壞了 那我們就 先回家整頓整頓 然後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了各位 拜拜